几名孩童逛着脚丫 拿着珍贵的瓶装水 蹲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外面 阿富汗西北部才刚在本月7号 经历近20年来最惨重的地震之一 如今许多灾民仍心有余悸 却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 地牛再度翻身 一场规模达到6.3的超强余震 吓坏了许多居民 不过由于许多阿富汗人担心 接下来遇政会不断发生 因此都暂时待在室外避难 所以这波灾情目前并未造成严重伤亡 至于7日爆发的主政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也将死亡人数 从超过2000人 下收至1000人以上 这则是因为灾区偏远 及重复通报等因素造成的混淆 与此同时眼看灾区面临严峻人道危机 来自国际间的援助 近日也接二连三地进入当地 欧盟表示将提供新台币约8500元 协助阿富汗人道救援 并且在供应紧急庇护套组 冬季用帐篷以及卫生用品等物资 而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及中国 也以承诺将救助资源送至阿富汗灾区 离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则宣布提供总值 月薪台币1.6亿元的援助 欢迎新闻视频宣布新闻早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